自古多情空于恨 此恨绵绵无绝期 康特到现在还没有从和阿祖法离婚的事实中走出来 他依然是无法接受阿祖法会为了妈妈的事情和他离婚 没了婚姻的维系 没有妻身之所 他和哑巴男孩一下子成了漂泊无依之人 外面的世界再大 却没有一处能让他们安心落脚 之前建造房子或许是他的执念 但此时建造房子不再仅仅是执念作祟 更成了迫在眉睫的生存刚需 他也已无路可退 只能孤注一掷 凭借着骨子里那股倔强与韧尽 在荒野中 试图为自己和孩子搭建起一个安稳的家 哪怕过程不满荆棘 未来充满未知 今日 阳光淡淡地洒在这片略显凌乱的土地上 老者带着他那年轻的小女朋友 又一次来到了康特这探望 老者的脸上依旧带着那和蔼 又透着关切的神情 手里还拿着一个崭新的球 那是特意给小男孩准备的 见到康特后 老者便将球递给了小男孩 小男孩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惊喜的光亮 欢欢喜喜地拿着球到一旁玩耍去了 老者这才转头看向康特 缓缓开口说道 康特呀 我昨天去看望阿祖法了 其实我觉得吧 你们俩走到离婚这一步 真不是你的错 各种事掺和在一起 就变成这样了 也是没办法的事 康特听了老者的话 微微一愣 随后眼中流露出一丝复杂的神色 有感慨 有无奈 也有一丝释然 他轻轻叹了口气 回应道 老师 我同意离婚 也是真心希望阿祖法能过得快乐些 同时他也说道 老师 你是见证了的 我一直在为阿祖法而努力 两人就离婚的事情聊了一会儿 说到了房子的事情上 老者表示 这里位置还不错 妈妈应该找不到这里来 而后就开始为康特建议 房子应该怎么建造 并告诉康特 地基一定要弄平着 两人在规划土地的时候 康特微微皱着眉头 脸上带着些许担忧的神情 他缓缓开口 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顾虑 他说道 阿萨尔怀孕了 如果他的瘾君子前夫来了 你怎么办呢 老者则是告诉康特 到时给他一些钱就好了 同时他还表示 阿萨尔是个好女人 在他们工作的时候 他会帮忙做饭 康特静静地听着老者的这番话 看着老者眼中 那掩饰不住的 对阿萨尔的喜欢之情 他心里明白 老者是真的很在乎阿萨尔呀 于是 康特便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脸上露出一抹真诚的笑容 朝着老者点了点头 表达了自己的祝福 在一番认真细致地 对房子进行了布局和规划之后 空旷的土地 仿佛瞬间有了未来生活的模样 每一处角落都被赋予了新的期待 此刻 氛围也变得轻松愉悦起来 几个人像是暂时抛开了 生活中的那些烦恼与压力 玩起了球 伴随着每一次的传球 接球 欢声笑语 也在空气中不断荡漾开来 康特的脸上 渐渐扬起了那久违的笑容 那笑容里 仿佛驱散了之前离婚 生活无一等诸多阴霾 透露出一丝难得的轻松与快乐 他尽情地和大家一起玩耍着 仿佛在这一刻 所有的艰难困苦都被抛住脑后 只剩下这简单纯粹的欢乐时光 让他能在这生活的缝隙里 寻得片刻的慰藉与开怀 当康特热情地邀请老者留下来一起吃饭时 老者却带着温和的笑意婉拒了 他表示自己回去还有工作 尽管没能留下老者用餐 但在即将离开之际 老者的一番话却让康特心里暖乎乎的 老者告诉康特 建房子不管是缺啥工具 或者需要其他啥东西 直接到他那儿去拿就行 带老者带着小女朋友离去之后 康特的心情格外高兴 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他转头看向身旁的小男孩 眼中满是欣慰与庆幸 兴奋地说道 真是太好了 有老者愿意帮忙提供材料和工具 这样他们就不怕了 康特在得到老者如此贴心的承诺后 就如同被注入了满满的动力 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建房 这项浩大的工程之中 他的眼神中透着坚定与决心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干劲 然而在这看似和谐温暖的画面背后 却也不禁让人产生一丝疑惑 老者一直这般热心地帮助阿祖法和康特 在他们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 给予物资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 确实是难能可贵 但让人忍不住去想的是 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 有没有哪怕一瞬间想起 自己还有个女儿以及年幼的外孙呢 他们此刻正露宿在荒野之中 面临着诸多未知的艰难与困苦 或许老者有着自己的考量和难言之隐 可这一对比总让人觉得有些唏嘘